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些什么话题呢 就是央行降准降息降利率 然后这轮利好呢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那么非常高兴呢 今天能够有幸邀请到我们的基金经理李俊总 来跟大家去做一个这个专业的解读 那么接下来先请李俊总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华夏基金的李俊 那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谢谢 那么昨天这个政策一出来以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 近两天的整个市场行情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反转 然后大家对这个投资的热情好像又回来了 然后之前其实是大家提到这个市场的都会有不一样的情绪 就是之前是不想提不想看 然后不想聊 但最近两天呢 其实大家的这个情绪反而是有了一定的这个信心 有了一定的反转 但是在这个政策背后需要我们再去了解 哪些内容呢 关键对于我们长期投资会带来哪些影响 那么相信呢 今天通过本场直播呢 大家会有一个得到一个答案 那么先跟大家去复盘一下 近两天的这个新闻的一个要点 那么第一个呢 是9月24号的上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那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在会上率先发布了三方面的政策 那么第一个呢 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 并带动市场基准利率下行 潘功胜宣布这个在近期呢 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的流动性1万亿元 那么第二个呢 是降低存量房贷的利率 并统一房贷最低首付的比例 第三个呢 是创新新的政策工具 支持股票市场的发展 那么这三个政策一出 整个市场呢 有一个快速的上扬的一个反馈 那么带动带动了整个市场的一个强势的一个上涨 那么今天呢 其实整个市场呢 表现也是不错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三个重磅的政策呢 呃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投资者朋友 其实是有点物理看花的感觉 因为内容含金量特别的多 然后呃 还不是特别的懂 那么今天呢 就请李军总跟大家去做一个详细的 一个复盘和分享 嗯 好的 呃 那么这次的这个政策啊 其实从这个方向上来讲呢 呃 这套政策应该是说是市场所期许的 那么他这个维稳经济 还有合伙市场的这个目标也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呢 这次也特别增加了一个预期的职业 那么应该来说对市场来讲呢 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政策 呃 那么从政策的这个力度上来看呢 部分呢 是符合预期的 但是更多呢 是应该是说是超出预期的 比如说 降准50个BP 那加上降下20个BP这样一个组合 那再比如说 呃 宣布创设一个像 证券基金跟保险公司互换 这种一个便利 还会向那个股票回购 正式债贷款 这样两项一个 结构性的一个工具 那这些应该说是 超出市场的一个预期的 呃 那么这个是从政策的力度上来讲 那么从这种 政策推出的方式 或者说 技术方面来看呢 这次是一个集中的推出 而不是说像 很多时候一些 填优战术 那么这样一个集中推出呢 是更有利于这张 市场的一个 新兴的一个提振的 呃 那么从这次政策的一个背景来看呢 呃 其实最近的一个经济数据 还是比较弱 那么这个政结呢 还是在 有效需求的部署方面 那么跟二季度 这样一个经济相比较来看呢 其实三季度目前来看 并没有一个太多的一个改观 那这样一来呢 那像全年的一个经济这张目标 它这样一个完成 目前来看就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而经济的压力呢 它也会体现在其他的一些方面 比如说像就业的压力 那么就业的压力呢 背后呢 它又关系到一个稳定的一个大局 那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那么推出这样一拦子的一个政策呢 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从这次政策推出来的一个条件来看呢 我们知道在九月份的时候 美联储是降下了50个BP 那么也是 应该说是符合大家的预期的 那么除了美联储呢 其他各个主要的经济体 那么除了日本之外呢 也基本上已经开启了一个降下的周期 比如说欧洲央行 那比如说像英国 加拿大 新西兰等等 那韩国的央行跟澳洲的联储呢 后续可能也会 开启一个降息的一个通道 那么这样一个环境呢 就为我们中国顺势 推出一系列的一些稳增长 稳就业的政策 那么就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环境 那么至于说 相关的政策 对于市场的影响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先梳理一下当前的市场 那么看一下当前的市场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什么 那么市场期待的因素是什么 如果市场期待的就是政策 那么期待的就是这一类的政策 那么随着这一类政策的一个出台的话 那么对市场肯定会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 那么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呢 目前关注哪些因素呢 我理解可能有三个方面 那第一个方面呢 是国内的一个经济的一个修复情况 那第二个方面呢 是国内的政策 第三呢 就是美联储的一个政策的走向 那么这三个因素啊 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刻画当前的一个市场 你是一个增量的市场 还是存量的市场 或者说是一个缩量的市场 我们先看第一个因素 就是国内的经济的修复情况 应该可以说 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边 国内经济啊 面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总结了一下 可能面临有三重的压力 那么在国内这个方面呢 主要是面临的房地产的一个压力 那为什么房地产这么重要呢 就是因为房地产的背后啊 它占了地方政府 占了上下游的企业 那占了居民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地方政府这块呢 主要是土地财政 那么上下游企业呢 主要是因为房地产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是我们中国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动力来源 经济动力来源 那么居民这块呢 主要是涉及到 居民的一个财富效应 因为我们居民在过去呢 主要的一个资产的一个 配置的方向 就是在房地产这个领域 所以房地产出现了一个 比较大幅的一个下降的话 对于居民的一个财富效应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那无论是地方政府 还是上下游的企业 还是居民 那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经济的 一个主要的一些经济主体 那么如果房地产出了问题 那么对于经济的影响 那这个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与此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这样一个影响呢 主要是在一个 资产负债表收缩 这样一个方向 那么所以呢 这个就是房地产 对于经济的一个 拖累的一个因素 那其实从去年年底 到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 很多人提到 就是说随着这两年 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 比重在下降 那么就断言说 房地产对于 中国的经济的影响 会越来越小 所以也得出来说 房地产相关的风险 也是越来越小 那我是不是特别认同 这样一个观点的 甚至我是觉得 这样一个观点呢 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很多时候啊 它事物的发展 它并不是一个 线性的一个过程 那么随着这两年 房地产的一个问题 大家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宏观还有微观层面的 一个信用的一个收缩 那么这个对于 整个经济来讲呢 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对于房地产 一定要给予足够的 一个重视 那么这个是 我们国内的一个 经济的压力的来源方面 那么第二个来源呢 就是在国外 就是或者说 从国际方面来讲 那么这块呢 主要是因为 逆全球化带来了 一个扰动 那么这块呢 体现在就在于 美国重新划分 一个朋友圈 那么就体现在 对于我们中国的 一个产业链 外迁的这么一个压力上面 那么这是国外的 一个因素 那第三方面的压力呢 主要是来自于天灾 或者说过去三年 过去 20年开始 疫情的一个影响 那么这个影响呢 是维持了三年的时间 那虽然说 疫情已经过去了 但是三年的时间里边 其实疫情 对于各个主要经济体 它这个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呢 确实实实在在的 那么这为经济的一个恢复呢 造成了相当大的一个压力 那么经济面临三重压力 所以啊 也就意味着 2023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认为啊 经济是很难自我修复的 必须有加大一个政策的 一个扶持力度 才能确保经济 不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下滑 那么我们观察市场的 第二个因素呢 来自于政策 那么其实大家关注政策呢 一方面呢 就是关注政策的一个基调 那你是长期保持定力 坚持高质量发展呢 还是说 在经济面临短期压力的时候 去扩担内需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面 我们应该还是保持了一个 比较强的定力 那对于政策的 关注的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政策的制定 还有政策的执行 这是两个不同的方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这两个地方呢 有一个博弈在里面 所以我们今年呢 包括去年也看到了 很多一些政策 在执行方面 出现了一些乱象 那第三个就政策的方向 还有政策的节奏 因为很多时候 政策的方向是非常 非常具有高瞻远瞩的 但是其实政策呢 也需要考虑一个节奏的问题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 观察政策的方面 需要观察的一些 一些因素吧 那么需要观察的第三个因素 就是对市场影响的第三个因素呢 是美联储 那么过去的 美联储的降息预期 是一再延后的 那直到这个月 前不久才正式降息 那可以看到 就是在过去的 2023年 2024年的大部分的时间里 这三个因素 就是经济 政策 还有美联储 其实都没有一个 特别大的利好 那么这个也映射到了 资本市场 它是一个存量 乃至于后来 变成一个缩量的一个市场 那么近期新的变化呢 就在于美联储的一个降息 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利好 但是这样一个利好 带来的流动性 能不能带来 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 正向的一个表现 也需要看我们国内的 经济表现 还有政策的一个应对 虽然说 我们中国的市场 中国的资产的估值 已经足够便宜 但是决定 资金要不要进来的 第一要义 是这些资产 未来的一个收益 而不是说 你是否便宜 那么接下来 我们需要观察的就是 经济还有政策 我们知道 经济的运行呢 是一个 周期性的一个概念 那么既然是 周期 它肯定就需要一定的时间 急不得 而政策呢 是不然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 时间点 大家对于市场的关注点呢 基本上就聚焦在了 政策的方面 那么哪些政策 可以提振市场呢 那么就是对于 经济有利的政策 对于市场的风险 偏好有利的政策 对于市场流动性 有利的政策 那非常明显呢 这次的一篮子政策 从方向到力度 都具备一个正向推动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 它对市场的影响是正面的 那这个呢 是我们对于 这次一篮子政策的 对于市场的一个理解 谢谢 好的 谢谢李俊总 那么刚刚李俊总呢 也是从国内的经济的修复情况 包括国内政策 美联储走向 这三个方面呢 跟大家去进行了一个 详尽的一个分析 那么也相信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非常多的投资者 近两天也是非常关心 整个政策的一个脉络 包括未来的一个 投资的走向的问题 那么大家也不妨 这个一直去来关注 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那么刚刚也能够听到 这个李俊总 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呢 其实还是比较这个 比较简单的语言 跟大家去分享 没有那么多专业的名词 就是力争 还是让更多的投资者朋友 能够听得懂 然后能够 能够去了解整个政策的 一个走向的一个 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么也希望 各个在看直播的 投资者朋友们呢 也都能够动动自己 发财的小手 把自己把这个 把本场直播呢 转发到我们的朋友圈里面也好 或者是说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也好 我们近期 比如说有这个 这个投资 这个规划 投资者朋友呢 这个也可以去 先去了解一下政策的 这个基本的一个脉络 然后咱们在 后期 再不断的去 去了解相关的一些 投资的一个要点 那么还有大家 如果说 在各个平台 在观看我们的话 有这个点赞的 就是 咱们可以不发表评论 就比如说评论 因为这个推送的机制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长视频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推送机制 确实是不如像这种短视频来的这么短频块 但是更多的时候是短视频 是没有办法去把一个 一个要点去 在30秒之内 讲的那么透彻 所以我相信在很多 这个平台上 可能有很多国主 进行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政策的拆解和分享 但大多数都是以这种短频块内容的形式出现的 所以说 在长视频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呢 包括直播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区里面进行这个积极的互动 哪怕您评论一个111或者是666都可以 然后在这个与此同时呢 也希望大家在有点赞的这些平台里面呢 跟我们这个多多的点赞 然后这也是我们持续这个做下去的一个动力 然后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第一个问题 就是先回顾了一下政策的一个脉络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看昨天的收盘呢 也是上证指数强势收涨了4.15% 那么今天呢 也是看到整个市场是出现一个高开 然后是一个红盘收盘的 然后具体刚刚还没有看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昨天呢 这个数据是创了2020年7月以来 单日的最大的涨幅 可以看到存量房贷利率降了 这样的一个标题呢 在各大的媒体和这个网络平台 也都是出现了报款和报文 然后可见这个一个政策呢 是一个对于市场是一计强心计 那么对于市场提振的这个效果 也是特别的明显的 那么就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想请教一下李俊总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存量贷款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降利率的一个政策 就是能给市场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影响的 就是我们除了要看到整个市场的这个表现 确实是有一个反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还要去关注这个政策背后 它的这一个反转的一个逻辑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俊总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好的 那么一方面呢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调降存量的这个防贷利率本身 它的一个影响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也是这个调降存量防贷利率 它的背后的一个信号的意义 也就是说两个方面 一个是本身的一个意义 另外一个就是背后的一个信号的意义 那么我们先看它本身的一个意义 那么对于这种调降存量防贷利率的意义 我们当然可以讲出很多啊 比如说对于居民端来讲呢 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释放居民的一个消费的潜力 那么对于银行来讲呢 那或许也可以去缓解居民提前还贷的一个趋势 那么减轻还贷对于利息收入的这么一个影响 但是实际上的这个影响的数据能有多大呢 因为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呢 还是收入的预期 还是这种分配体系的一些因素 那么至于说每个月少还多少利息 我想啊 应该不会对消费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此外呢 这种这次调降以后啊 其实居民的这种存量 或者说新发放的这种防贷的一个平均的利率 其实相比较于大部分的居民 资产端的一个收益率来讲呢 还是偏高的 那么这也意味着说 居民提前缓单的这种压力 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缓解 但是趋势上能不能得到一个扭转 其实也并不好说 但是即便这样 我们还是说 存量防贷利率的意义 依然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就是说 当经济啊 面临困境的时候 那无论是短期的周期 还是这种类似于 日本当年失去的几十年 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经济再出发 那么也就是说 要重启经济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那么经济再出发呢 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 那一个呢 是对于未来的收入端的 一个向好的预期 那第二一个呢 是摆脱来自于过去的 这种债务的一个包袱 那如果说 这两个方向能够同时的发力 那么经济可以非常快的去修复 但是不管怎么说 有利于这种资产负债表的修复 有利于经济再出发的 这样一个政策呢 就是有益的政策 所以呢 不管怎么讲 调降纯量房贷利率的这种政策 它显然是正向的一个政策 那有人可能也会说啊 就是说 将这点纯量房贷利率 哪里够化解债务呢 那确实是 所以我们可能还需要 其他一些政策的一个合力 那尤其是来自于 收入这个方面的政策 那通过收入的增长 来化解债务 这样呢 是更为有效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更为有效的一个化解债务的一个方式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候呢 其实轻易不要说 去鼓励说 要接一锁使在这样一个时候 因为这样才不会去轻易的去 落入到一个通缩的一个现金里面去 那同时呢 我们也需要有这样一个认识 就是说 是不是非得要化解掉所有的债务 经济才能再出发呢 那现在也不是的 首先呢 债务本身就是经济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驱动力 那比如说像 世界经济的主要的一个需求的来源呢 就是美国那边的一个债务 那其次呢 收入跟债务 它本身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它首先是要有一个平衡的状态 并不是说你 债务越来越少 这样就是更好的 那么这个平衡状态 绝对并不是意味着说 债务要等于零 那么这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 明确的一个认识 那么以上呢 应该是说 调降 调降纯量放大利率本身的一个意义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降于是调降背后的一个信号的意义 因为其实我们在 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 大家对于调降 这个纯量放大利率的讨论 应该是已经非常的多了 但很多人还是比较担心 这样一个条件呢 对于银行本身利润的一个影响 那这一次呢 果断的推出 而且浮动其实也不小 那某种程度上也彰显了来自于政策方面的一个决心 那么目前这样一个时间点呢 其实来自于金融还有经济方面的一些数据呢 都是还是比较弱的 那么这样一个比较弱的数据呢 也都指向了说短期内经济这样一个动力的一个 还是需要一个提振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说 大家对于政策稳增长的一个诉求还是提升的 那么各方面政策加码还是值得大家去期待的 那么这个是他背后的一个信号的一个意义 那么也就是给予这两个方面的意义啊 大家对于这个政策呢 就格外期待 谢谢 好的 谢谢李俊总的一个介绍 那么相信呢 刚刚李俊总的介绍呢 也能够帮助多数投资者朋友 对于这两天的一个政策 为什么会带来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提振效果的 一个背后的逻辑 有了一定的这个认识 其实就像刚刚李俊总说的一样 这个政策本身是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的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呢 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因素呢 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个就需要我们去持续的去关注整个政策的变化 也包括市场的一个走向 然后这一这块呢 这个我们后边呢 也会持续的做系列的直播 然后帮助大家一起来梳理整个政策的一个脉络 然后帮助大家一起这个走出这整个市场的一个底部 然后帮助大家获得一个更良好的一个投资体验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宽松预期落地 那么政策其实大家也都比较关注的就是 其实除了底部的反转以外 这是大家共同期待的 更多的是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性市场的这样 是不是接下来就会有一个 比如说持续的反转啊 然后市场是不是持续的走好啊 这个其实是很多投资者和老百姓特别关心的一个事情 那么接下来呢 就请李俊总跟大家去详尽的聊一聊 就是我们接下来如何去展望未来的一个政策的空间 和我们在整个投资过程当中 就接下来一段时间之内 我们的投资策略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 或者是说有哪些可以去想一想 然后去提前规划的一些事情 好的 那么关于这种未来的政策空间呢 我们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思考 那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当前这样一个政策 它推出的背景是什么 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是多大的问题 因为不同的问题呢 它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政策力度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 我们就可以去判断未来政策的空间有多大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要去思考 当前已经出的政策 它能不能解决目前的这样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当前的政策是否已经足够了 那么关于第一个问题啊 我理解这次政策的出发点呢 应该还是来自于经济方面的一个压力 那现在呢 三季度马上就要结束了 那么今年的这种经济正常目标 怎么去完成 那还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 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那另外呢 房地产这个领域呢 依然没有太大的一个起色 而如果是说 任由这种房地产问题的蔓延的话 可能会危及到金融的一个安全 那再一个呢 就是经济问题 衍生出来的就业的问题 以及就业背后的一个稳定的问题 那么资本市场映射出来的 整个社会的一个信心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其实都是相互传导的 那么所以我们这次也看到 这次政策呢 相对来说是多方位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当前的政策 是否足够 刚才其实我们也讲了 就是当前的问题的核心呢 是要去解决经济再出发的一个问题 那么再出发呢 需要两个条件 那一个呢 是对于未来的一个收入端的一个向好的预期 那第二呢 是摆脱过去的 来自于过去的一个债务的文 债务的包袱的问题 那么我们想一想 就是说 目前的政策 是否可以有效的去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呢 比如说对于 未来收入的一个向好的预期 应该说作用一定是存在的 尤其是这种降准降息 然后这种调降存量放贷利率等等 可以说针对性还是非常强的 但是说 要从根本上去扭转大家的预期 应该说也没有那么容易 那么经济主体加刚感呢 有两个前提 一个是意愿的问题 一个是能力的问题 应该说最早的时候 经济的政结主要还是信心不足的问题 那么目前到了 目前这个时候呢 除了现金的问题啊 其实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 经济的一个困境 那确实资产负债表的受损呢 也是实实在在的 也就意味着说 除了意愿的问题 那加刚感的能力 也是需要着关注的 那么我们考虑经济本身是一个生态 就是说 一部分经济主体的投资还有消费 那么它本身就是 另外一部分经济主体的一个收入 所以呢提高大家的一个收入 还有预期 那不妨就从一个生态的角度去思考 让经济循环起来 目前最为现实的选择 应该是怎么去让那些资产负债表 依然还是比较健康的那些经济主体 去加刚感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目前我们去梳理一下 具备加刚感能力的 那除了中央政府 那其实还有一些资产负债表 依然健康的部分的居民 还有企业他们是具备这样一个加刚感的能力的 那么这就有赖于决策者强有力的一个信号指引 跟一个信用的主流 那此外呢 预期的稳定 那也有赖于一个法治的落实 那如果这样一些举措能够得到一个贯彻 那么经济的再出发大概率是可以实现的 那与此同时啊 我们要 我们要想到我们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经济体 那么也就意味着说 在自己面临困境的时候 我们完全可以去借助来自于海外的一些力量 所以这个时候 开放的环境呢 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们知道啊 就是说目前从一个政策的基调上来看 所抉择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在出发的问题 还有经济以怎么样一个方式在出发的一个问题 换句话说 是笃定的去坚持高质量的发展呢 还是说在经济面临困境的时候 优先考虑经济的复苏呢 那不同的选择 就会体现在不同的一个政策基调上 是选择供给车 保持定力 坚持高质量的发展呢 还是说在经济面临短期困境的时候 扩大媚虚呢 所以呢 怎么去展望未来的政策 其实这个并不好展望 只能说是希望 因为很多时候啊 政策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那未来的政策空间呢 目前看上去较为确定的 那么有几个方面 那第一个方面可能是货币方面 那货币方面呢 从昨天的会议来看 那未来宽松的周期 可能是还是会继续下去的 因为央行也表示 就是说这轮调整以后 那么银行的平均存款准备准利率 是降到了6.6% 但是这样一个数据呢 跟海外主要的央行相比呢 还是有一定空间的 那么在年底之前呢 根据情况可能还会将 存款准备准备准率 进一步下调到 进一步下调 0.25到0.5个百分点 另外呢 在降息降准的支持下呢 我们预计啊 近月的这种 LPR和这种存款利率呢 可能也会跟随的 进行一个下调 那这个是货币政策方面 那么房地产方面呢 为了脱底这种房地产市场 那除了房地产 房贷利率下调之外呢 可能部分的一些 核心一些城市呢 也可能会有一些 放海限制的政策 也就是说 对于这种地产政策 可能会还会有一些 不断的优化 那么这样 通过这样一些举措呢 去提振一个 地产的一个销售 那么这个是我们看上去 未来比较确定性的 一些政策 那么对于未来的政策空间 我们希望能够到位的呢 主要还是在 财政政策方面 那么目前来看呢 财政政策的进一步 发力的必要性 还是比较明显的 包括像 加快这种财政的支出 还有发展的力度 深度去提高这种 赤字率等等 那么都可以 这些呢 可以继续观察 后续增量政策的一个推进 应该说 政策的合力呢 在目前这样一个时间点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尤其是来自于 财政端的一个合力 但是呢 这种力度的大小呢 可能也需要去看 美国那边的一个 大选的情况 那一方面呢 如果说 美国的经济的势能 出现了一定的一个衰弱 或者说 如果未来美国的 这个大选呢 出现了不利于 中国出口的一个局面 那么今年本来 比较好的一个出口呢 未来可能也会面临的 一定的压力 那么这样以来呢 明年经济的压力 那么就可能会比较大 那么政策呢 也会需要去 加大这么一个力度 所以美国大选呢 应该是说 大家观察 未来中国政策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时间点 或者说一个窗口 那么对于未来 一个投资策略呢 其实这两年下来 我们只能是说 且行且看 因为很多情景 更多只是一个假设 如果经济能够企稳 然后呢 财政政策 还有货币政策 能够切实形成一个合力 那么在美联储 已经确定的降息 然后国内的权益类的资产的估值 比较便宜的 这么一个背景下 应该说 市场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机会 至于说能走多远呢 我们也需要去观看几个方面 那一个呢 就是国内经济 本身的一个修复情况 什么时候修复 修复的力度有多大 那第二个呢 就是看一下 未来出台的政策 是哪些方面的 是什么性质的 那如果说 我们上述提到的政策 可以得到一个出台 得到一个落实的话 那么应该说 我们未来还是可以有理由去 适当去乐观一些的 那么这个是我对于 未来政策的 未来这种市场的一个 一个观点吧 谢谢 好的 谢谢李君总 那么通过刚刚李君总的分享 我们也可以从 刚刚分享的过程当中 能够感受到 李君总分享的内容 也都是非常的客观的 一些事实的问题 就是从这两天 其实市场情绪的一个 强烈的一个反转以后 其实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很多投资者 从底部的一个 比较低迷的 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心态 立马反转成一个 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 反而就是这个风险偏好 可能更高了 因为确实这两天的 这个反转太过于激烈了 这个时候 很多投资者在 看到了这个 利好消息的同时 其实就忘记了风险的存在 那么刚刚在李君总的 这个介绍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 这个政策是具有前瞻性的 它不光要考虑 这个地产的问题 也要考虑消费的问题 就业问题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来去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然后让整个经济 处于一个良性的 一个发展的状态当中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除了国内要考虑以外 刚刚李君总也提到了 除了关注国内以外 还要关注出口 关注整个海外的大选 对于整个国内政策的 一个影响 所以影响我们投资决策的 因素有非常多 这个时候呢 其实还是这个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专业的 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在投资过程当中呢 不妨大家可以在平时 可以多多的去关注 我们华夏基金直播间 和我们华夏基金 其他的这个投交的平台也好 或者是说我们的官方号也好 这样的话 我们每天包括定期 也都会对市场观点的进行更新 然后能够帮助大家去更好的去梳理整个市场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脉络和投资的一个决策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投资者也是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在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向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 很多投资者其实从悲观预期逐渐转向了这样的一个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些投资者可能会想到未来有哪些行业可以去关注和布局的 那么投资的这个风格是否会有一些改变 其实在今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场是比较低迷的 以这个红利资产包括债券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品种呢 也是受到大家的这个喜爱 那么在风险偏好变化以后呢 这些投资的品种的一些风格的变化会不会有一些切换 都是大家所比较关心的 那么接下来呢 请李俊总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好的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其实可以从几个维度去讲 那么首先呢我们从这种整体的经济金融环境方面呢 目前来看呢可能有两个方向 是需要大家去关注的 那第一个方向呢 依然还是高股息 那高股息的这个呢 应该是说曾经的一个主线 但是呢目前这样一个环境下呢 应该说也不能完全去忽视 那么这个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吧 那第一个方面呢 还是因为我们中国的经济啊 从过去的一个高速增长 然后已经到了一个存量经济时代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增速换挡 那么增速换挡呢 对于投资端最大的影响就在于 大家对于资产收益率的预期啊 可能跟过去已经不太一样了 就是我们可能已经没法去期待 那么高的一个收益率 也就是说大家的一个预期 还有一个诉求呢 已经出现了一个调整 那另一个方面呢 存款利率的下行 然后刚性兑付的一个打破 但是呢过去在这类资产上的一个 配置的需求啊 其实并没有消失 那么只是说 它以另外一种方式呢 转到了一个高股息这样一个资产方面 那么从政策环境来看呢 高股息呢 也是新国旧条支持的一个方向 那此外呢 大家也关注到了 就是这次啊 这一系列的政策呢 也包括像创设了一个 证券基金跟保险公司 互换便利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工具 那比如说像保险机构 它那个偏好 那是非常明确的 那么高股息方面需要关注的是 如果说交易比较拥挤的话 那么可能会需要去关注次高股息 另外呢 如果说经济切实得到一个修复 那么从节奏跟弹性方面来看呢 可能会阶段性的去 让位于第二个方向 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讲的第二个方向 要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方向是什么呢 那我理解 那么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 优质的龙头资产 那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们可以去简单去回顾一下 我们过去 应该说从世界范围 内来看过去涨过的资产类别 那一方面就是大宗商品 那再一个呢 像日本啊 印度这样一些国家的一个权益资产 那么像黄金 像比特币等等 那么这样一些资产 它的一个涨幅背后 其实有一个共同的逻辑 那就是逆全球化 还有美元超发带来的一个 美元信誉下降的 这么一个共同的一个叙事的逻辑 但是在这样一个上涨的逻辑里边 中国的核心资产呢 一直是缺席的 那缺席的原因呢 宏观叙事方面在于 美国重构经济圈对于中国的一个挤压 那现实的因素在于 中国经济修复的动能 过去看上去是比较差的 那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里边 日本啊 印度的股市就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 但是呢 宏观叙事啊 只是对于未来的一个判断 很多呢 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 那未来能有多长 以及能否能变成一个现实 同样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 那至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可以做到的 那中国的这样一些核心资产呢 也不是一朝一夕就成长起来的 也就意味着它这样一个稀缺性 依然还是在的 那如果说我们的政策得利 那么尤其呢 是我们的经济 能够得到一个切实的一个修复 那么在这样一些国家的资产呢 目前看上去 已经比较拥解的这么一个情形下 那么我们中国的核心资产呢 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那么这两个方面 就是说 从高股息跟中国的核心资产呢 主要是从经济金融环境 这两个方面选出来的 那么从一个产业的视角来看呢 可以去关注一下 科技板块 那这个主要是因为 长期来看呢 产业的变迁是资本市场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量 那么你能不能抓住这条主线 决定了你长期的一个投资的收益 那科技领域就关注哪些方面呢 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像数字经济 比如说人工智能 那人工智能 它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操作的系统 那么过去呢 像算力算法数据 得到一个全面的一个进步 那么同时呢 数据 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到来 也为人工智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略机遇器 那么也就意味着 人工智能呢 未来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赛道 同时呢 人工智能对于其他产业的一个重塑呢 应该说还才刚刚开始 未来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当然了这个也需要的 也需要时间 所以呢 在这个方面呢 其实耐心的等待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值得关注的呢 一个是中国的一个优质的龙头资产 一个是高股息资产 一个是科技板块 当然了我们刚才也讲了 就是这三个方面呢 我们是从不同的维度出发 得出来的一个选择 所以呢 这三个方面呢 是有一定的交集的 那这个是我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 好的 谢谢李俊总介绍 那么刚刚我们的这个问题 再帮大家去回顾一下 就是我们上一个问题呢 主要讲的是 我们接下来去关注哪些投资的方向 那么刚刚俊总也给出大家两个 比较这个他看好的一个选择 两个三个吧 其实算是三个 比较好的方向 第一个是高股息 然后第二个呢 是这个中国的优质的龙头资产 然后第三个就是比较具有成长性的 然后比较前瞻性的人工智能 AI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那么大家如果说对人工智能 AI比较感兴趣的话 也都可以去这个在华夏基金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交易软件上 去搜索我们相应的ETF 来进行这个布局 也是这个俊总去管理的 然后大家也都可以去加自选 和这个去购买 希望大家这个能够 如果看好我们这个长期发展的一个赛道的话 可以去多多的去支持 然后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想让郡总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 再跟大家去这个分享一下 看有没有说其他的可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 各位老朋友们去交代和嘱咐的一些事情呢 好的 其实我们刚才呢 也讲到了像国内的经济啊 国内的政策 那也讲到了一些国际方面的一些因素 包括一些现实的经济增长 还有一些资产类别的选择 或者说一些宏观叙事 那么这样一些东西呢 单路听起来可能稍微有点乱 但是呢 事实上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图谱 那么我们简单去梳理一下 那第一呢 就是我们中国目前的一个经济的现状 还有一个政策的环境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推动中国经济过去啊 高速增长的因素 那么其实一个呢 就是中国的一个人口红利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们中国的是一个 后发优势的这么一个红利 那目前来看呢 这两个方面都是在逐渐的减弱的 尤其是这样一个后发优势的红利 在逐渐的减弱 那这个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的现状 那么这也意味着在这样一个时间 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呢 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经济目标 或者说一个政策目标 就是怎么去跨越中的收入陷阱 成为一个我们目前政策的一个核心的目标 如果说跨越过去了 那应该说是海阔天空 比如说像德国 像日本 像韩国 但如果跨不过去呢 可能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 比如说像拉美那些国家 那怎么去跨越中的收入陷阱呢 其实呢 有两个方面 那第一个方面呢 是守 那就是说我们要维持住我们当前的一个产业链的优势 但是其实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也是非常大的 那一个呢是劳动力成本啊 土地成本这些优势呢 已经不再明显了 那么在这些领域呢 我们面临来自于印度越南等等一些 这样一些南亚东南亚这样一些国家的一些成本优势 他们的一些挑战 那于是同时呢 我们还面临的像美国等这样一些发达国家的 在工业化的一个诉求的一个冲击 那第二呢 就是美国的一个刻意的打压 那通过一些关税这样一些手段 那迫使相关的产业链呢 搬离我们中国 那么跨越中的收入陷阱的第二个方面呢 是工 就是创新引领 那么实现我们中国向全球分工价值链的上游来迁移 那么实现从我们一个追赶性的经济 像一个引领性的经济来转变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就是发展薪资生产力的这么一个背景 那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目标 那除此之外呢 跨越中的收入陷阱啊 还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社会环境 那其中体现在怎么去解决 低收入群体的一个现实的困境 那其实说白了就是 怎么去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 比如说像在住房 医疗教育等等领域 那么这个呢 其实我们从过去的政策也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多政策 它是有一些脉络 或者说它有一些目的的 那么这个我们是讲到了 我们目前我们中国的经济所在的一个阶段 以及我们目前经济跟政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 就是怎么去跨越中的收入陷阱 那么同时呢 一个目标的实现 它的一个路径跟方式的选择呢 也是需要去考虑具体的一个国际的大的一个环境的 比如说我们在建国初期的时候 当时选择的是中工业有限 那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当时面临的美苏的一个冷战的一个问题 面临朝鲜战争的一个问题 那么改革开放的时候呢 我们的国际环境是什么呢 是核平均发展 是当时所在的一个主题 那么目前来看呢 我们核平均发展依然还是实在的主题 但是呢 国际环境的是日趋复杂 然后呢 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的因素呢 也是在慢慢的增多 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我们就是在发展的同时呢 我们也要有一个底线的思维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在发展的时候呢 我们也需要去关注安全的问题 那么这个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经济现状 还有一个政策的环境 那么其实了解了这一点呢 其实很多政策以及政策的掣肘呢 大家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晰一点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就中国的一个经济 国内的经济 那应该说当前的一个经济社会环境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一个二元的矛盾 像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 就是效率跟公平 那么刚才也穿杂的讲了一下 就是复苏跟改革 那么也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的政府 那么还有一项新动力与就动呢 就是说我们过去的一个传统的经济增长 跟新的生产力 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发展跟安全 然后全球化跟逆全球化 那么大家也经常会讲 就是是有轻重 是有缓急 但你怎么在这种 分宽复杂的系统里面去分出轻重 那么又怎么在那种 不断变化的环境里去 权衡缓急呢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么有没有一个根本性的东西 可以做到一个提高清零的作用呢 其实是有的 那么就是法治 那么什么是法治呢 其实法治并不仅仅是说 是一个法律体系的一个完善 它其实更重要的内核呢 是对于公权力的一个制约 和对于私权力的一个保障 那么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国际国内环境下 那么无论是面对国际方面的一个 逆全球化的一个冲击 还是在国内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市场 以及线下重塑市场的信心 这样一些紧迫性的问题面前呢 法治的一个彰显呢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经常讲 经济呢 它是有一个自身的周期的 但是无论是这种库存周期 还是产能周期 那都会有复苏繁荣 那即便是一个大的宏观叙事 全球化逆全球化 左翼执政右翼执政 说到底 其实都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东西 但有的东西呢 它是一个现代文明的一个基石 那么这个就是法治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呢 法治的重要性是非常关键的 那现在我们其实面临的挑战比较多 那么我们不妨就在软实力上 在法律层面进行一个基础设置的建设 那么这样一来 就可以为我们中国未来 去打造一个监视的一个基础 那无论是对内去培育一个 这样一个推动基础研究的这么一个良性的土壤 还是说对外去营造一个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 去吸引外资 那这一点都是极其重要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对其他一些方面呢 也谈一谈我自己的一些认识 那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对于复苏跟改革 那其实这一点呢 如果大家去梳立我们中国的目前的经济 还有政策 其实也可以看出来 就很多时候呢 复苏跟改革的矛盾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方面 那其实我们上文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目前经济领域面临很多的二元矛盾 其中一个呢 就是复苏跟改革 其实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呢 在上个世界30年代就遇到过 那么当时是凯恩斯就给罗斯福就写过一份公开信 当时就提到了说 改革跟复苏的一个顺序的问题 那凯恩斯呢 认为在全面实施这种改革政策之前呢 首先应该实施一个复苏的政策 并且呢认为改革就应该去循序的渐进 那么所处的这种历史环境不同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可能并没有一个标准性的答案 但是呢 我们也觉得就像何立峰副总理提到的 那么稳定有序发展 现在生产力稳加稳打 不及于求成 尊重这种科技创新的规律 跟产业发展的规律是非常重要的 那尤其我们未来啊 正要不如的新一轮的科技革命 它是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 那么人工智能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在提升全药主生产力的同时啊 它对于这种就业岗面的破坏跟创造 它在这种数量上是严重不对等的 那尤其是岗面的破坏跟创造 它在这种时间上 人员上的错位 都意味着这种结构性 摩擦性的失业都会放大 那么这个会带来比较严重的一个冲击 比如说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武汉投放了无人驾驶汽车 那么当时这样一个新闻 应该是引发了很大的一个焦虑的 那毫无疑问就是拥抱新科技 那么从长远来看是必然的 但是在经济面临诸多困境 那么部分事业人员 它又变身一个网约测试机 这么一个背景下 那么作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那么采取切实有利的措施 去稳定经济 提高居民的收入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 我们要尽可能为科技的落地 创造一个更友好的一个环境 那么这个是我刚才讲到的 就是复苏跟改革的一个顺序的问题 或它俩的一个关系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那么再一个 就是在市场陷入到一个低迷漩涡的时候 我理解辩证的思维也是非常必要的 何况我们其实也 仔细梳理一下 我们其实也有非常多积极的一面 那么在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在过去早几年 在比较长的时间里 大家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忧 当时还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 那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产能过剩 它从来不简单是一个企业的行为 它背后也有地方政府 出于这种增长速度 还有职位升迁 这样一个双重激励下的一个投资的冲动 那么这个背后又是土地财政 那么又是房地产问题 那又是预算软约束 跟过多的一个经济金融资源浪费的问题 那么又是新经济转型艰难的问题 那又是高房价下居民部门杠杆 高企 然后消费动能不足的问题 所以说当时我们其实也是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很多时候也会归结到说 是永恒的一个政府跟市场的一个关系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回顾我们在后来的一系列的一个政策脉络 其实也不难看出 我们后来的很多政策的目标 其实针对的就是当时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 只不过是因为国际环境应该说是陡然胜变 那么在我们在解决这种发展问题的同时 这种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性和紧迫性 也是出现一个迅速的抬升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并不是一个单线头的问题 那么这个也意味着说 或者说它注定了一个认识问题的一个复杂性 以及解决问题的一个艰难性 那么对于这种现实存在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辩证的眼光 因为很多问题它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 而且何况我们对于过去 比如说我们一直在逐力推进的一些领域 比如说统一大市场 那么你随着这种地方政府执政的一个转变 那显然是越来越近了 那所以我们要辩证的看我们过去的一些 面临的经济问题 我们的政策脉络 以及我们取得的一些进步 那么这个是我的第二个问题的一个理解 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对于市场 那其实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市场经历了什么 首先是国内房地产压力带来的一个 各个经济主体 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收缩 那么逆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需求不足的一个预期 那么又遇到了俄乌战争 带来一个外部环境的一个担忧 那么再有一个像美联储过去极尽的加息 还有后来延迟连续去延迟降息 这样一些问题带来一个流动性的一方面的一个扰动 那所有这些陆陆续续都投射到了一个A股市场 所以呢 所有这些A股都承受了下来 所以很多时候 让大家觉得空间干来的时候 或者说跌无可跌的时候 那总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利空出现 所以呢 这几年下来 其实大家也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市场跌到了现在 也需要有一个辩证 或者说一个发展的眼光 那显然呢 在经济领域 我们的任务应该来说是比较艰巨的 但是我们能所 我们所能做的可能也只是底力前行 那么在当前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因为在这个时候 可能一些趋势 因为在过去可能觉得不太现实 但是 如果我们相信的话 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现实 那么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 今天的主题就是一系列的一些政策 那么在过去可能我们会觉得 因为像 美国的大选还没有一个结果 可能我们可能还需要去 积蓄一些 或者说储备一些政策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 当经济面临的一些压力的时候 那么这样一些政策 知道也会出台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 相信的力量 那这个是我对于 当前的我们中国的经济的环境 然后经济的现状 还有我们的政策 还有我们市场的一些看法 谢谢大家的时间 好的 谢谢李君总的一个 深度的一个分享 那么 谢谢大家的朋友们